第十三日被剃光頭後傳召 李強韓正上海貪權力大惡鬥 大陸女子雙腿放十四平茅台走回國輿論炸鍋了 自去年底袁國竹主稅李鐵被查後 竹協掀起前所未有的大地震 近期已有9名官員落馬 稍早前由陸媒曝光李鐵一直不主動交代問題 甚至在裡面絕食不交代一心求死 4月3日大陸媒體人八國華在社媒上發布了聊天記錄 據爆料李鐵在被捕後前12日一直守候餘拼 什麼都不願意交代 就快將調查人員逼封了 但調查組發現李鐵的緣了 就是他經常會吹頭髮 在被剃光頭後李鐵就將所有事情都說清楚 而得轉中國區管理人員朱毅都表態 如果李鐵在被留置期間被剃光頭是真的 那麼上級都應該追究、認詢、逼供的責任 如果是假的都應該追究聊天中的網友 捏造事實的責任 足球報記者李璇也發聲 勤力支持 在利鐵開口後 案件徵破的速度極快 接著就是 竹協秘書長劉奕 和國管部部長陳永亮 在陳述元落馬後 竹協紀委會主任王小平 和京賽部部長王崇都被租 于洪神和董曾落馬屬於賭查金元足球翻臭 之後就是超級大老虎杜兆塞 應該是被于洪神攻出力 兩人關係密切 據了解 陳述元是竹協反復調查中的一個主要嫌疑人 陳述元的招攻 事得此次打擊竹協汪岸行動順利 陳述元的上司正是杜兆塞 4月1日 竹協前副主席杜兆塞落馬 這是又一起居有代表性的案例 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守護新聞網4月3日披露 竹協很可能還有更高層級的官員涉案 據報導 前竹協主席 九仲敏在此次行動前 超然遞交了辭情 可能是因為他已得知了有關部門的行動計劃 值得一提的是 近日 20屆中央第一輪巡視對象公佈 將對國家體育總局開展機動巡視 3月27日 中共中紀委書記 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李希 在全國巡視工作會議 其20屆中央第一輪巡視動員部署會上強調 對國家體育總局開展機動巡視 要深入查找 推動解決體育領域特別是足球領域腐敗問題 和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 時事評論員蘇文仁表示 李鐵被查出在瀋陽一家銀行的存款 日本就達到1億元人民幣 在美國加州富人區還有房產 作為一個足協教練員 身價竟然高達數億 令人堂摩 李鐵雖然是足球腐敗窩案的毒火線 但它只不過是足球利益鏈上的一條小魚 中國足球腐敗的根源在於官僚體制和管理機制 也就是說 中國足球乃至中國體育的腫病根 就在中共的政治體制 未來還會有多少條長期潛伏的大魚被吊上來 不妨拭目以待 視頻人士石川雲最近贊文 對中共二十大和全國兩會後 在習近平全面掌權下的上海市官場權力潛鬥 造出解釋 上海市曾經是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的老巢 江一首培責的本土官員韓正 在上海盤踞了數十年之久 直到2017年十九大後 到北京進入最高權力核心 成為中央政治局的一名常委 此期間韓正正在上海培植親信 在各個捕毀按插人手 形成了盤根挫折 掌託上海的江派系官員群體 韓正十九大進京入常後 還兼任常務副總理 他法力將本土幫官員 諸葛宇傑升為上海市委常委 副書記位置 使諸葛宇傑成為守住上海官場的大管家 到習近平上台後 調派浙江的親信大臂 李強到上海掌託 李強雖然是上海市委書記一把手 但顧掌難命 李強在上海五年期間 一直在諸葛宇傑的服務下 還有其他一些掌握實權的韓正馬仔們 對李強的鉗制力也很大 諸葛宇傑自1992年8月起 在上海跟隨韓正做官超過30年 直至最近李強升為中共二號人物 韓正推任常委諸葛宇傑今年才被調來上海 遠走湖北 諸葛宇傑被調走 側面引證了李強和韓正之間的暗鬥 兩年前 江蘇太興人趙富強在上海讓抱小紅樓開記院 勸仰聲怒醜聞被爆出 趙富強的法績時間 正好是韓正住政上海時期 2017年趙富強接手法治天地貧道 平安上海蘭木雲形權 而平安上海正是韓正當年在上海的政績行為 2021年李強接手主政上海後 就安排媒體報道早在2019年就結案的趙富強安 將醜聞炒熱貌透即止韓正 據媒體報道 不少上海高官都小紅樓尋寬被趙富強撲下淫亂錄像 據傳中央巡視組在上海查看內部監控影視時 視音上海市委書記李強都一起觀看 他都被驚得唐木傑舌 趙富強安被炒熱後 被觸報判刑的官員只有13名 觀銜最高的是楊浦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盧艷 海外媒體爆出可能捲入該案的高官名單 則包括前後兩任楊浦區區委書記、 原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陳韻和諸葛宇傑都涉案其中 李強與韓正潛鬥下各有妥協 涉案的韓正親信陳韻被丟走到香港中旅任職 諸葛宇傑則無事繼續升官 2022年3月 李強在上海執行習近平的清零偵測時大轎封城 韓正上海救報直擊法力、囤積物資造成嚴重刺身災害 中共派系惡鬥、使上海人民遭殃、引發巨大民怨 當時傳出韓正要李強負責 實際上是直擊側下李強、贊當總理 英國《金融時報》去年5月8日就報導稱 當時越來越多的黨內聲音在上海響起 韓正的聲量特別大 要習近平強迫李強下台 但最終是李強在二十大上 被晉升為中共黨內二號人物 在兩會上周音中共總理 韓正則只是接替王岐山 當上了並無實權的國家副主席 儘管如此 與李強、汪洋全身而退相比 韓正能繼續流音 已經是與習近平討價還價後的政治交易結果 中共新一屆高層領導人中 習近平、韓正、李強都先後主政上海市 而全國政協主席王烏寧、中紀委書記李希 和新任常務副總理丁薛祥 都曾在上海官場任職 此使得上海官場權力 盤根交錯而複雜 江澤民已死、韓正武力、 諸葛宇傑被吊胡巴 江派與親韓正的官場救人 還會繼續被清除 而新上位的習家軍官員們 在上海灘的權力內鬥都已經開始 中共海關官方微信號於4月3日發布消息稱 位於澳門拱不口岸的海關於3月27日 查獲一名中國女子 新藏14瓶茅台酒入境中國的案件 引發中國網友熱議 據海關通報 當日這名女子 秦某經拱不口岸海關女檢大廳的 沒有申報通道入境中國 有工作人員注意到這名身穿黑色腸困的女子 步伐沉沖、神色異常 因此將其難知 經過搜查 發明這名女子在自己的兩隻大腿、小腿處 綁藏了許多貴州茅台酒 經清點共有14瓶 海關人員隨即以涉嫌走私罪將該女子逐步 貴州茅台酒被稱為國酒 因產量有限 導致價格昂貴 許多網友對女子走私茅台酒大感驚訝 有網友留言說 1瓶茅台大約950克左右 14瓶就有26斤重 這是在練功夫啊 這女子走私賺點錢也不容易 而令許多網民感到大惑不解的是 為何這名女子要冒走私最被底的風險 將本產於中國國內的茅台酒 從境外走私回國? 有了解情況的網友就解釋說 主要原因是茅台酒在國內的價格 比境外的價格貴得多 而且國內假酒猖獗 普通消費者難辨真假 因此從境外走私回國的茅台不僅價便宜 還能保證是真貨 這種情況並不僅限於茅台酒 許多中國製造的品牌商品 都在國外售價比國內更便宜 而且質量比國內的同類產品更好 這就是為何許多中國人都國外買中國貨 或走私中國名牌回國的原因 都有網友直言 其實在中共眼裡 中國老百姓才是二等公民 給中國人用的 食家都是破爛 好東西都出口賣給了外國人 價格更便宜 動致實幣N億給非洲 都不夠製中國窮人 更何必的是 中國老百姓被中共割了韭菜 還在新聞聯播的忽悠蝦 感恩戴德幫中共搖旗立喊 謾罵幫他們發聲的正義媒體是境外勢力 沒問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